二樓的一個展區 展區裡面是一個大的維新博物館的作品 那維新博物館叫做跨越博物館 為什麼談它呢 因為它涉及到一個關切的一個問題 就是打國的考物 打國這個概念 那麼牛章在花語書館呢 Samanasa博物館 它根據本書在18世紀的時候 因為歐洲人現場是法國人 像是猶太人 後來他冒名一點氣 然後變成一個英國人 那這個歷史呢 有本書叫《波紋摩斯奧的歷史》 可以描述 若我們有翻譯 描寫虛構的18世紀文化狀態 把這個當時的組織 他也沒出過台灣 但是他完全都是 當然他還會找資料 要去虛構出一個 好像有真的又好像假的一個著作 那當時也讓波紋受騙 然後後來他才被騙 他才被騙人再揭露他的政治身份 以及他的一個證明書裡面 完全全都是一個騙頭之書 原來是今天第五到二十世紀 英國的答應 答應他會覺得出來什麼 一個類型的叫佩服之書 那這些迅速啊 我們各位可以在那個 寺南寺冊 寺南寺冊 寺南寺冊裡面可以看到 他的寺書 這些寺書我就不去進行 但我要可以提到一些 其中一個錄像 這個錄像裡面 有一個蠻有趣的就是一個農民 那這個農民呢 他用旁白的方式 附輸著 薩瑪納撒申請了唱的遺言 比如薩瑪納撒後來呢 他晚年的時候快死掉了 那個碎位裡面了 他開始產生他自己的 反正是虛構騙人家的 所以他把他的遺言呢 就寺南寺十八翻譯十週 然後請一個農民 在台南的一個農民 不曉得是哪個農民之家 那請他來演這一段 用旁白的方式 那各位也可以去幫我看內容一下 我覺得就是 你看到這個展覽裡面 他的作品裡面 最有趣是他的地圖 包括是一些綁紋 或是一些解構 或是一些 我覺得還 基本上是古文整個書裡面 是不是要去把它變成 是一個圖文可以推映的關係 但是法華式這個農民 這個角色是 在這部書裡面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它是地域沒有改寫 地域有挪用 然後把這個所謂歷史的虛構的書 或是一個法國人 或是一個 不知道 西歐洲人 把它變成一個 當代的真實的一個領域 一種政治的寓言 那我們在這段下 也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台灣的 東網民國 或是中國國民黨的 一個黨國的政權之下 你可以看到很多國 其他包括馬英雄的一個 這位農民的馬英雄的一個合議 好 那當然 那我也說過牛章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農民 真的可以這樣 這樣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說對啊 他應該是 應該是 接受了 或是理解了 好的創作 是這樣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兩一般的 所以我們可以對著 一個前世 會採取一個 遺失的內部 好 所以他覺得很不錯 這合作觀點很好 他覺得他滿意這個 部下的一個 一個 拍攝 所以 所以我們是要提出 就是國民不是黨國的統統 就是國民在成這樣 不應該當作一個附近的東西 它是一個漁民 漁民就是一個 剩下的 然後它是一重流中 被派遣出去的 一個殘餘的東西 比如說他們已經到了 然後他們就 失去了那個 所謂過去曾經 國民黨派出的 反共大陸 這樣的一個 神聖使命 這個福祉基地 這樣的一個 激光於未來的 一個 回向 以及光榮的一個 一個回歸 這樣的一個 歷史的 一個願景 一個利用大陸的失落 這種失落 事實上是在今天 慢慢看著在 所以實現 慢慢成為我們的 歷史記憶 書寫 所以他可能 就進步到歷史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 事實上是一個 不是說他們行 對他強調 強調這個層面 所以 薩瑪那山 國務館 他自然可以 透過的路上 看到這個大陸 就跑步 像一個 一個元首一樣 或是一個外首一樣 這些東西 一種力量 然後 或者也不威脅的 政治律念 然後他提 他寫的 T盤就是 台灣意識的 一個故事 比如說台灣就是 什麼樣的台灣 而是叫 意識 台灣的一個例外狀態 Save Exception 是不是 Save 這個詞 台灣的大陸文字遊戲 就是 意識的狀態 意識的 所謂的政體 就是 翻譯國家 這詞很難翻譯 Nation跟State 這詞很難翻 因為 通常都翻譯國家 如果要區分的話 有時候翻譯 政體會想得比較難一點 但是 總共同 總共同同 可以完成 其他自己的遊戲 例外的國家 或例外的狀態 是 以問題國家 國家性能難題 以及 國家做一個治療機 各個混機關 這三個層面的一個 頂向的一個 安排的固執 《撒馬拉雜誌》 是讓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三個層 就是問題國家 這個國家是有問題的 當然是台灣 不用說 國家性能難題 國家對問題是 國家性能難題 但是要性能難題 第三個是 國家做一個自理機構 或機制 這樣有問題 這問題是屬於 普遍系的問題 比如說第三個 第三個是 普遍系的問題 第三個在講 對 國家做一個自理 全新的國家 做一個問題 是不是屬於國家 就是有這個國家的難題 所以 《撒馬拉雜誌》 這個這本書 大家可以找得到 在前面請問翻譯 大家會有改版國 所以我們從人的參與 魚與民的參與 參與的政權 這個參與政權 就是台灣的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宿命 一種重複 就是台灣始終都是一個 參與的政權 那這個在講 你們要講 第一次是自己實體的時候 的民政 公民王國 就是正能公 那去所都來 再去台灣 文明有台灣 還自己自認為是 明朝帝國 的一個 海外的一個政權 當然 鄭空它有個個人的歷史 以及它的海盜的歷史 跟它政治有的關係 包括跟那個 在日本的這些 這些海盜 有經歷的一些 一個社群 這個 他媽媽是 他在幹事那裡 所以他這個歷史 就沒變過去 後來 他被一個 新嫂的士郎 士郎是 其實上是 這個民政公民王國 這個 一個武將 叛逃 對不對 然後去 跟哈欺憲 這樣 一定要把台灣收回去 所以就這樣子 那 這是第一次 所以他 政公 或是民政 至少是一個 產業的政權 就是一個 清朝來說的話 他是有 謀生的地方 應該是要把他 收回掉 但是我們找了 一個 依序 另外一個 現在是國國連戰 從大陸 派遞到台灣 國民黨政權 被共識的 中華民共 國泰境和泰境的省政 然後 遇到的主權威脅 到現在大家都知道 這故事了 好 所以 這個模型 已經是 已經是存在了 已經從洋製了 所以他這個 台灣是一個 產業的人 其實是基金地 那 台灣被中國 視為 歷史成語 同時也被 東西也給予了 這種產業 以 用什麼凍結的 焦牢化的 而有歷史檔案 歷史跟法權的 時空評論 也就是說 國內戰呢 並不會在法律上 可以終結 反映在 對於中國 歷史界的 民政大會 和大陸的版本 也把他第三條 台灣問題是 中國內戰的 遺留問題 好 這個凍結 這個殘餘呢 是一種 互相結構起來的 互相在支援的意思 互相在結構的一個概念 所以其他殘餘 比較想要凍結 凍結呢 它是一個殘餘的東西 好 那這邊有中國的英俗 而且這框架的 全球資本體系 之中 以美國 中國為首的 國際常學 均求緩衝 保持國際 實力均衡的一個結構裡面 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 以及國際 都還會存在 特別上 對台灣的主權移交 也領確的簽訂 這個問題呢 我舉出一個 一個學者叫 雲成 他有本書作叫 《佔你你游望》 這本書 《佔你你游望》 這本書 台灣主權地位的兩面性 我借用他的觀點 跟他的立場去談 另外有關於 對於這個觀點的方式會 這個學者可能 進步地去 從他的這個 一個面積上 或者他的這個觀點上 進步的發展 提出一個叫做 千戰者的國家概念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可以從 這三個問題去討論 第一個就是 究竟他合理的問題